你很少聽到外國人 很少聽到外國人 就會說I'm happy 他們會怎樣說呢 或者你們有時看電影 都會看到的 第一個 I'm so hyped 這個字就是 很期待那件事發生 譬如 I'm so hyped We are going to Japan tomorr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明天就去日本 上飛機 很期待 開心 一樣的 因為你可能會覺得 我沒聽過 Debbie 這個字對於我來說 好像很新 等於外國人 去學我們廣東話 我們有書面 也有口語 白話文 他們學書面語當然沒有問題 譬如說那個人 你這麼孤寒 論式 但是我們 廣東話可以叫做 縮骨 你如果跟外國人說縮骨 他不知道是說什麼 他可能只知道論式是什麼 所以不要緊的 如果你們看電影的時候 你就可以學到英文 因為這個我也想分享 就是有同學會問我 小時候 可以怎樣學英文 這裡也講一下 第一 我自己會做些什麼呢 就是看電影 看什麼電影 你喜歡你自己喜歡的類型 看電影 我知道你有 為什麼英文會沒有進步呢 最重要的就是那個字幕 就是那個字幕 我就是轉做全英文 是不是很難的 是不是看不明白 不會的 其實日常生活 溝通的那些英文 不會好心得去哪裡 所以就 我小時候 就除了很喜歡看電影 因為如果你叫我看一本小說書 我自己都會覺得好滿 全部都是字 反而我喜歡看電影 就是有些男女主角 又有一些劇情 有些音效 整個個多小時 就學到很多英文 當然不懂那些 你又可以停下來 可以抄下來 這個是我其中的方法 第二個方法 就是一個要持之以恆的 就是講你的習慣 什麼叫你的習慣呢 我也知道你們不喜歡看新聞 有沒有同學喜歡看新聞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看時事這些東西 所以就會習慣去看報紙 還有英文報紙 那都看不明白 那我會怎樣看報紙呢 就是譬如中文報紙看完了 你大概有一個背景 就是知道它講些什麼 之後就去看英文版 這樣 那你們試一下用這個模式 但是一定要有耐性 你學語言也是 你不能說我看了一天報紙 第二天就很厲害了 不是的 所以希望你們在這一個月 就養成這個習慣 就算我現在 我都會繼續看報紙的 就是每天早上 已經是一個習慣來的 看15至30分鐘 這樣吧 那講回這個 口語化的Happy 第一個搞定 第二個 I'm so stoked Stoke這個字 本身用作動詞 就是講些什麼呢 愛國人會有那些 家裡有些 那些叫做什麼 爐 有個爐 你可以加點炭下去 冬天的時候取暖的嘛 是的 那Stoke這個字 就是加點炭下去 行不行 OK 那這個給我一個例子 譬如今晚要開Party 不過現在不會啦 各自 即是回家 你都不會打火鍋 OK I'm stoked about the party tonight 那原來你就知道 解做開心 OK 好 第三個 I'm so pumped I'm so pumped to go to the concert tonight 今晚去看演唱會 Yeah 開心 OK I'm totally psyched OK 都是開心 OK 那容易一點的 很簡單 你們有沒有聽過 譬如剛才說 我要去看演唱會 那 哎呀 我等不及了 I can't wait I can't wait 代表你很期待 很興奮 是的 第二個就是 What a lucky day Yes 還有最後 This is too good to be true 哇 這件事好得好像 不是真的 這樣的意思 所以 這四個章節 是的 那今天大概 就是 重新說回 有個 summary 你放心 Miss了開頭的同學 你們不要緊張 那我就 教了有四個章節 第一個章節就是 Happy的同意詞 第二 就是 開心到飛起 怎麼說 第三 就是可以 比喻做動物 第四就是 口語一點的 可以怎樣說 等一下 唉 不要停住 記住 我有些功課 是的 我想考慮你這三個字 知不知道 為什麼 The happy day The happy event Happy go lucky 很輕輕 這個功課 我們夠不夠時間 還夠 OK 好 來 Happy day 我們先說 你們以為是開心日 怎麼這麼像那些作文題目 Happy event 好像老師叫我作過那些 Unforgettable event 難忘的一件事 Happy go lucky 開心去幸運 OK 好 那我開估了 The happy day 其實 爸爸媽媽也可以 寫下他的口 考你的子女 OK 原來Happy day就是 等於婚禮 The big day OK 譬如我朋友結婚 那我就問他 那你什麼時候結婚 So when's the happy day then 什麼時候結婚 我要準備 原來就是這個意思 OK 是不是猜不到 好了 那另外 The happy event 有沒有人猜到 為什麼呢 猜不到 原來就是叫做喜事 喜事 譬如有BB出生 The happy event OK 那最後這個 經常都會用到的 Happy go lucky 什麼 你自己寫下 這個字就是解釋成形容詞來的 去形容一個人 就是 無憂無慮 對 那是樂天派來的 譬如我姐姐 我姐姐叫Barbie is happy go lucky 她是什麼意思 Oh she doesn't worry about a thing 她不擔心任何一件事 Not even exams 考試她都覺得 沒有特別 是的 Happy go lucky 是一個字來的 那就是一個形容詞 對不對 那最後 OK 大家都上了整個小時的課 究竟 我們今天學了什麼呢 那我就做了個 summary 方便你們溫書 又或者重溫的時候 可以看的 我們教了signolence 就是同意詞 第一個 可以用delighted OK 那第二個就是joyful OK 第三個就是overjoyed 第四 thrilled 第五 elighted 不要讀elighted not elighted 短的 第六 ecstatic OK 還有最後 心情很美 in a good mood OK 跟得及的了 抄得適合你們的筆記 好 去到下一個就是我們怎樣說 開心到飛起 譬如我們就可以說flying high 記住不是high flying 因為那個是另一個字 就是解造形容詞 是成功的 OK flying high 或者開心到飄飄然的 walking on air floating on air OK 還有第三 離開地球 升了上月球 over the moon 還有第四個 on cloud night OK 上了第九層的雲端度 OK 還有第五 on top of the world 可以的 那還有 可以比喻做動物 OK as happy as a pig in mud 在這裏 一那個as happy as a pig 不好意思啊 as happy as a pig in mud 第二那個就是什麼 like a dog with two tails OK 第三 happy bunny 開心的兔子 OK 還有最後 as happy as a clam 這裏有三個字 想略了 你們記住了 OK 還有 口語化的英文 可以怎樣說 都放在這裏 OK 所以今天呢 好 好 好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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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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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